装完不后悔的卧室设计 以前卧室都把床放中间 两边放上床头柜 再靠墙做衣柜 角落柜门难打开 再把书桌放床尾 卧道也十分狭窄 没有活动空间 不如这样做 1. 靠墙坐到顶薄柜 下方放日常杂物 中间替代床头柜 上方放书籍读物 睡前阅读更轻松 2. 连接定制地台床 嵌入石木排骨架 舒适透气不返潮 3. 门边器假墙 装金属一架 省钱又环保 安装推拉门 美观又防尘 4. 床边假墙做造型 再增加一组立柜 收纳书籍资料 连接坐大书桌 方便学习办公 转角延伸矮柜 收纳书籍文具 打造宽敞实用的学习区 5. 最后做个小台阶 上下更方便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